这两天奔跑哥火车哥又相继爆红 而且伸手是一个比一个牛 大伙比比看他们到底谁更牛 三轮哥首次出现是在5月9号北京一起重大车祸的视频中 画面中黑色车撞上前面的白色车造成一死两伤的悲剧 但是这位骑三轮越过车祸现场却毫发无准的男子 让人连连撑琴 于是网友给这个男子转移了三轮哥的名号 这位是奔跑哥 当时他正慢跑着过马路 突然间一辆公交撞向等红灯的黑色轿车 在那一刹那间奔跑哥撒开两条长腿 一个加速成功躲过了公交车到达安全地带 如果说奔跑哥用双腿和公交赛跑已经够牛了 那么和火车赛跑的火车哥可以说是牛到巅峰了 画面中只见一位铁路检测工正在工作 突然火车呼啸而来 此人向后一弹倒在临近铁轨上 但还没完 这条铁轨上也开来火车 情急之下他又是一跃 竟然平安无事 看的是一头汗 网友们有黑色幽默在网上传他们的视频 但是当事人自己估计到现在晚上睡觉都会被吓醒 视频看着刺激 但主要还是要提醒大家 注意交通安全 车是不长眼的